您現在收看的是 菜單時光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 管中翔 菜單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視新聞議題中心 PNN 還有公民行動 已經記錄資料庫 我們聯合自播的 網路視訊節目 我們希望透過人物的專訪 來讓大家瞭解到 這個爭議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要去關注的一些問題 在我們節目當中 其實勞過非常多高教的 高等教育的這些議題 包括特別談了很多的 這個教師的權益 也包括我們談過的這個陸生 或是外籍生的 在台灣所面臨到的 一些處境跟問題 那當然在台灣 還有一件事情跟教育有關 這個教育不是只有台灣內部的問題 而是可能包括台灣跟中國之間 所謂的陸生交流或是交換生 這樣的一個往來交流的 甚至在整體學術交流上面 可能受到的非常非常大的 這些所謂的限制干預跟影響 那在前一陣子 這個福大的何東宏老師 其實在他的臉書上面 發布了一個訊息 這個訊息是指出這個福大的人士 是發給教職員的一封信 表示國胎辦 因為接獲到中國學生 以及中國家長的反應 希望這個教師不要在課堂上面 去這個傳達 過度的去傳達這個意識形態 跟政治立場 要不然有可能會影響招生 那其實何東宏其實也是長期關注 這個台灣的一些勞動運動 也是早期一些參與過一些 像野百合學運的這些這樣的經歷 所以他在他上面做一個評價 他說1980年代戒嚴時期 福大校方的腰都沒這麼的彎 也就是說在台灣你會發現 即使在過去威權時期 好像這個學校裡面 跟這個政府關係 當然政府是不斷的在控制學校 但好像還有一點點的 這個所謂的骨氣 可是面臨到這個中國的 停招的這個威脅 他就開始了 有開始這個態度上面轉變 當然有人說 這個其實是所謂的中國因素 也有人說 這是一個資本社會裡面 經常會看到 透過所謂的資本的力量 經濟的力量 就干預到一個國家的言論自由 跟學術自由的這個部分 所以今天我們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的是 台教會的副會長 陳立福老師 來跟我們談這樣一個議題 陳老師你好 關老師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何東宏的信件 他的這個所謂的臉書發布 然後開始有一些媒體的報導 後來輔大也開始做了一些回應 還有包括教育部也做了一些回應 你怎麼去看後來輔大的回應 跟教育部的回應 是 我覺得這些回應都非常的失敗 就是非常沒有尊嚴 事實上也讓中國對台灣的教育層次的統戰 得到加分 然後也揭露了台灣社會的對中國的防禦機制 跟台灣的商業 就是說資本主義市場利益掛帥 對我們高教尊嚴 這個學術自由的衝擊 所以我覺得是 我看到後面的結果覺得很難過 覺得政府沒有在這個地方趁機展現行政的破例跟決心 那一個老牌的私立大學 也沒有為了他的這個學術自由跟站在老師的立場 堅持他這個辦學的這個理想 福大好像會覺得說這件事情是 不是跟校長沒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那就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台灣現在是不是所有的私立學校 或公立學這些大專院校 我想包括甚至可能中小學會不會這樣 變成說變成一個混合體 而不是一個有機體 就是說大家好像個型其事 有人負責海外招生 有人負責產學合作 有人負責應付教育部 有人負責上課在講堂上扮演老師 然後算終點費 學生負責供應學校的資本 這個就是完全不是大學 我想中古時代以來大學的理想 大學是人類最偉大的發明 中古時代以來留給人類最偉大的發明 就是大學是有無限的想像 跟可以做任何的實驗 人類的那個智慧的那個發想 就是要在這個地方 所以他才被授予這個特別的這個 在中古時代就被授予特別的那個法律的權利 跟那個他自己有法庭 他比以前的大學比現在更有自主性 所以他更有能夠實驗跟想像力 什麼都是可以例外的 當然現在因為我們這個 法治社會的觀念有時候不能容許那麼多例外 不過基本上是基於那個原則 然後再做限制的 現在變成說大學好像只是 比小學中學之後的第三個階段 只是更年紀大一點唸的學校這樣而已 他只是一個18歲以後的繼續教育 那這個就完全不是大學 大學跟大小沒有關係 大學就是大學 他就是一個知識的殿堂 他就是一個學術的場所 他就是一個思想自由跟論辨的地方 他不是要把你變成任何地方的 可是現在大學老師要追求 不要讓學生有這個在論辨裡面 這個自己選擇真知真理的機會 所以大學他是用選客制的 他容許各種意見不同 可是現在要去限制大學老師的 竟然是學校 就學校是應該是保衛老師的 在中國在很多大學 當初是因為大學老師 或是學校的一些主張受到限制 包括這個有關天文地理 各方面的或是宗教改革思想的 這些校長 學校本身是會帶著所有的學生跟老師 移動到別的國家 願意保障這個大學 所以早期大學的時候 是可以飄動的 所以那個college 它是一個共同生活體 它沒有說屬於哪個國家的 現在搞到這個大學 是靠外國資本來養的 是靠學生學費 用國家來配合教育政策 給予學貸方式 用借國家未來的稅金 的收入來養的 好像他變成說大學如果失業 或是學生沒有來 大學如果失業 很多老師會 大學如果倒掉 很多老師會變成沒有工作 會造成社會失業衝擊 那麼學生如果大學畢業學的東西 產業用不到 學有落差 產業就抱怨 什麼時候大學變成要滿足這麼多東西 不是說不能滿足 這樣的滿足 當然是更體貼更多於 這個社會的需要 可是不能夠忘記大學的初衷 跟它之所以是大學 而不是中學或小學 它絕對不是只有 因為年紀是成年人在念這件事而已 這個其實是整個台灣的 這個所謂的高等教育商品化 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就是我們看到很多的 常常發布一些統計 例如說企業最愛用人才 那或者是說 你很少看到所謂NGO最愛用人才 就看到這個所謂非力組織最愛用 或是非力組織對大學的期待 或是我們看到很多學校在辦 真才的時候 它其實會掛叫企業真才 所以它會去做某種的連結 那這當然是某種的市場化 例如說某些的科系 文史的科系好像越來越難開 可是一些比較應用科學的部分 或是比較實用主義的東西 要比較容易開 那這裡面的另外一種商品的關係 其實就是所謂的消費者 就是把學生當作是消費者 或是當作是某種的老闆 我們看到這一次的狀況裡頭 其實那個大學的風格 其實產生 就像剛剛陳老師講的 很大的改變 可是他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你其實已經把這些學生 當作是消費者 當這個消費端的後面的人 或是消費端的本身覺得 我對這個東西不滿意 所以我就有可能因此而做調整 這其實在台灣看起來是一個 不只是一個從中國來的因素 可能是整體這種所謂資本主義化 一個非常嚴重的影響 只是這個中國因素 又跟這個資本主義的發展 整個掛鉤起來 我們當然不能拒絕大學 是存在資本主義國家裡面的大學 我們不能否認會有這樣的功能 但是不要忘了 資本主義社會的職業形態 也是滿多種 現在大家是把大學的老師 假設變成服務業 不是自由業 你今天律師是自由職業的 你覺得這律師比較能夠跟你溝通 你就選這個律師 有人是選擇比較大牌的 他覺得他跟法官關係好 檢察官關係好 有人是選擇特別會辯論的 你也涉及法系 這國家是要不要靠法典的 還是要辯論說理的 還是要靠魅力的 是陪審團 要看你長得帥不帥 有沒有誠懇的 還是說你不要找你 他都沒有 可是他是我親戚 我信任他的 那這個是自由業 這自由業的情況是可以講 大學應該就 如果有人覺得說 要講這個西藏獨立 要講這個突破的 要講這個維吾爾人被關到集中營 要講這個台灣應該獨立 要支援港獨 這些學校最多的要求 如果你上課講這個 應該在課綱裡面或是內容鳴記 而不是說你不可以講這個 因為今天中國方面 中國表面上透過在台灣的 第一個 這個中國的來輔大 我們先講幾個稱之 這一次輔大收到的文是怎麼樣來源 是在輔大的學生 聽了上課老師講的東西 反應回去中國 而且告到國台辦 國台辦再發文下來 然後再轉給輔大 我們先講 第一個 它程序上這樣一個歷程 對 那為什麼這邊的學生會告回去 是誰告回去 是這邊的共產黨員 還是共青團團員嗎 是這邊的組織的書記嗎 是誰告回去 還是派出來滲透的學生 當然他們也是學生 他說這些學生跟家長 跟國台辦反應 他覺得有人在講政治 那我想 其實第一個說 為什麼會有這種機制 是回到另外一個國家的主權 他干預這個國家的 他可以在中國可以反映說 他在中國以前念中國大學 他可以這樣反映 跟他們的國務院嗎 我想應該絕對不會這樣 應該講說是跟老師反映 對不對 或是跟輔大校方反映 怎麼會跑去跟國台辦反映 你這個就是 家長想用政治力 質押輔大 質押台灣的學校 所以這學生尋求的路徑 已經不是一般的 高調的遊戲規則 你想借外力 你想俠國台辦來控制台灣 正好習近平在1月2號的 這個早上的講話 就是說兩岸這一段時間 這幾十年來的文化交流 跟教育交流 跟這些參訪 跟派陸生來這些合作 是他們重大的成就 是對中華民主或兩岸統一 是重大的貢獻 他在裡面特別提到 就這個部分要繼續加強推動下去 就在1月2號發表沒多久 現在輔大台灣就收到這樣的公文 說你應該 是不是就是在加強習近平的路線 他的講話裡面的這個肯定 就是說要加強對台灣 統戰裡面的文化 跟教育的作戰 因為這完全是反應的 為什麼在這時候發出來 所以第一個 台灣怎麼可以存留這樣的路徑 那你沒有告訴說 你不是應該跟學校反應 跟教授反應說 有老師上課不好好上課 你怎麼是跟國台辦反應 學生沒有好好上課 或是我們本來有一些 教師憑見的這個過程 你可以這也是自由寫的 我們現在是完全給學生自由寫 老師也會看到 也會難過 也會高興 也會放在一邊 那反正我們都會看到 你會想 就像是 當然如果他今天刑事犯罪 你去報你 那你報給國台辦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怎麼會有這種人要這樣報 那他台灣是幹嘛 是做政治工作嗎 做統戰工作 還是真的來學習 然後再來 這些課程都是選修課 你為什麼不要選 大學的精神是 是在裡面可能有統派老師 有獨派老師 有無政府主義派的老師 那你喜歡誰 你選誰的 那你也可以去聽聽 不同意見的人 你聽聽為什麼他們會不一樣 那在這裡面尋找出自己 對政治的想法或什麼 那所謂的 我在想 他們就說 在台灣福大老師上課不好 上課在講政治 我想我們退一步 我們進入那個場景好了 實際的場景 講什麼叫做講政治 當然是罵習維尼叫講政治 當然是罵說中共對台灣霸凌 共機繞台 這叫講政治 或是支持小英 對習近平強意叫講政治 如果今天講說 我們支持九二共識 我們支持一中原則 那個陸生也不會說講政治 或是說民進黨根本就是空心菜 都沒有用什麼 他也不會去投訴說這個叫講政治 一定是這些事情 講到新疆西藏人權 講到游小波 這種叫講政治 很明顯是這樣 所以他這個行為本身就是 已經是政治行為 他哪裡是講政治 我們不是說不能有政治 而是這個政治行為 當發動以後 前面這一段我認為是 陸委會應該要想想 怎麼會有這樣的學生來 然後第二個學校 為什麼會讓這學生 這樣來尋求這樣的路線 而他們可以有這樣的路徑 在處理這個事情 但是第二段是說 為什麼教育部對於這件事情 輔仁大學對於這件事情的回應 為什麼是您剛剛管老師講的說 他們發個文 希望老師好好的講自己的專業 那我想問我是政治學專業 不好意思我在學校教政治學 公共政策 我還教國際關係 那我講的全部都是政治 那我怎麼辦 他只能不要選我的課 至少我們課也選修 你也可以不要選我 你不能說叫我不要講 因為他是假設說政治 他其實陸生來 他並不是認為這些投訴的人 並不是因為說講政治 而是講他不喜歡聽而已 否則陸生也有去政治系的 陸生也有去社會系的 陸生也有去社工系 也有去社會科學相關科技 都會談到這種問題的時候 那請問要怎麼學習 然後在我們還沒有放到 最高的立場來講是說 其實萬般皆政治的時候 那不是什麼都不能做嗎 其實包括我自己的傳播的課程 其實也談到非常非常多的政治 也就是說在台灣 不管是不是法政科系 他其實談政治都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已經很習慣去談政治 那甚至我在課堂上發現一個很有趣的 現在就是同學 我有一段時間會讓同學自由提問 同學都會主動去談政治 也就是說在談政治這件事情很普遍 只是說他會面臨到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政治的內容 這個主張是不是我們喜歡的 如果我們不喜歡 台灣在一個正常的大學的程序當中 他應該怎麼去回應 而不是你剛剛提到說 從另外一個國家回過頭來 對這裡產生一些影響 那另外一個部分就是說 好 那老師談政治 是一個政治的灌輸呢 還是一個政治的討論 也就是說他能不能容許到 在這個課堂當中 有不同的意見可以一起來談 我覺得這可能是在談政治裡面 可能還要再更細緻的去做討論 不過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我們要再請教程老師 就是說這個事情 不是在台灣第一次發生 事實上在幾年前 包括世信大學很多學校都簽了 所謂一中統一書 那這個簽了一中統一書 當時社會也是華藍 可是為什麼華藍之後 這樣的問題一樣再次的發生呢 這兩岸關係到底發生了怎麼回事 那這個所謂的台灣的高教 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先休息一下 福臺高修何東宏 在臉書上頭打出 考風發出的公文 只出台六國台辦 接著六星跟家庭歡迎 有老蘇利客棚上頭 灌輸國人意識形態 所以考風為了要維護 核生受到的品質 希望高修在價格的時候 沒有適合過度跟客棚 沒有關係的事件 何東宏一期 他就北空年代跟嚴世紀 福臺好風的藥都沒有這麼兩萬 對主義本人會知道也沒有接電話 但這次幫忙 轉達中方意見的 六星教練委員會表示 事情沒有這麼嚴重 福臺好風發出聲明 共調學校尊重 高修受課的組織專業性 希望以學術專業做受課的內容 但若是發言的公文 作成五次 也相信他們不適當 會來檢討 另外一間收到 提借的成功大學是共調 生臺中西 學術自由學風 尊重大家人的學術理想 學術不會去感謝 但來提借老師以學術專業來教科 他傳遞專業的知識 學術上專業的知識 這個教學的一個目標 會去同意的來提醒老師 但是我們不會去干涉他 那確實每一個人有他的學術的自由 生臺表示會更好好的照顧 對在地環境成分的六星 也共調不成這個必須的六星 對生臺的邊界真好 就連交也說 想不到一旦只是專大 六星的心聲 這後接下來應該很大的訪問 會減透以後 要更加適當來轉達六星的社群 記者臨前面 申農總括報道 歡迎再次回到 燦爛時光會客是節目的現場 我們今天在節目當中 跟大家邀請到是臺教會的副會長 陳立甫 陳老師 來跟我們談這個陸生的這個問題 剛剛其實陳老師 有特別提到了這個陸生的部分 雖然他可能對所謂的 臺灣的教育的現場 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可是他在程序上面 似乎可以透過 臺灣內部的程序 例如說像學校投訴 或是所謂相關的教評的過程 而不是直接跑到跟國台辦 然後再由國台辦回過頭來 對臺灣產生施壓 我想要請教陳老師 就是說除了在程序上的問題 在整個過程當中 有什麼值得 我們才特別去關注的地方呢 就是說第一個就是說 他本來就是應該 如果今天老師們是 不准陸生發表反對意見 然後強制陸生接受某些想法 然後他投訴無門 那他跟輔大投訴以後 輔大也不理他 再留到中國再回來 也就還比較合理 今天不是這樣 今天是直接來了一個文 上面也沒有說是哪門客 是針對哪一種政治 是針對國際政治 國內政治 還是說在臺灣一直支持蔡英文 然後反對韓國瑜 然後這個叫講政治 還說是批評白狼算講政治 他都沒有講 然後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輔大最大的錯 就直接經過了 人事事發出這個文 因為人事事所有的文都是令 都是有約束性的 基本上都是有約束性的 人事事基本上就是說 你的聘書 你的這個獎程 你的都要經過人事事 所以由人事事發出這個文 由人事事本來就是 扮演學校最剛硬的部分 也是最不 老實說最不友善的部分 可是他當然也是保障的部分 可是他也是剝奪的部分 那由人事事發一個 我們如果學務處發一個 我們可以說要辦個演講 你希望帶班來 那搞不好可以加分嘛 對不對 你的教師評鑑加分 可是你大不了不要配合 就算了 他辦演講你不要停 人事事發的東西 你不可以不要停 所以學校讓人事事發這個東西 完全就是 因為他會掌握你的生殺大權 對 所以有些人講話 你不能開玩 警察說你最好 不要在這裡違規停車 通常你就趕快開走 我是路人在等公車說 這裡是公車站你不要停車 通常會被蹬 搞不好被下車揍一頓 對不對 人事事就是那個警察 警察說這裡公車停車 公車完不得停車 然後你硬個停 我想一般很少人會這樣 就是說人事事發這個文 是非常具有象徵意義 甚至實質意義的 所以就是 這個是最大的錯誤 輔大犯的這個錯誤就是說 我知道輔大也可能 很多私事學校為了自己的學生 聲援來源 他可能利益考慮 當然這要回到大架構裡面 教會部放任失效自生自滅 所以失效現在也自謀生路 那路生也不能說不是 救命的一小部分的這個 即使不是很大 不過也是很有誘惑力 我們應該說它其實不重要 但它很有誘惑力 對失效 現在大家只要兩根稻草 三根稻草可以拉就不錯的時候 那路生起碼是三四根稻草 那雖然不是一個木板 可是他們也很想要 那在這種情況下 等於說很多私校 它越來越放大 這個路生的這個重要性 那中國就越來越可以用這個 所謂資本市場經濟的 供應方的這個優勢 來掌握台灣的教育 那台灣的教育 一直是台灣很大的重點 因為台灣人是 非常升學主義的 而且很嚴重的學歷社會 然後沒有學歷 大概選不上什麼市長什麼 當然我們就是都要 端出你是名校的 或是什麼台大 你要怎麼樣 要博士 就比較強 部長也是要教授 像這種情況下 教育如果被中國統戰控制了 其實後面 等於對社會的這個基本 我們的 它當然有很多副作用 不過目前還是我們 教育還是我們社會的 價值的基本基盤的話 這個會被中國控制 我想我們其實 至少對我來講 我其實還滿歡迎 中國的學生到台灣來交流 我覺得這個對學生 台灣的學生是一個刺激 然後對中國的學生 其實也是一個滿大的 一個不同的生活的體驗 甚至我看到很多的陸生 到台灣來 他在所謂的政治的思考 或者是在對問題的看法 都有很大的轉變 所以這應該是一個 比較相對之下 比較可以所謂的 接受的前提 可是重點是在於說 你讓中國的學生來 為什麼背後 反而是帶過來之後 可能跟學生無關或是無辜 當然你剛剛提到說 也許他會有其他的 這個目的跟身分 但是變成是從國台辦 甚至整個國家跟國家之間的關係 來影響到我們的自由 這個所謂的學術自由 言論自由 這其實就是一個非常糟糕的情況 可是這個事情我要講說 它不是第一次發生 在2017年的時候 其實世新大學被揭露 其實後來發現 好多學校都簽了 叫一宗統一書 當時的教育部也是key poof 教育部也是想要去處理 為什麼到現在還會發生這種情形 我想第一個兩岸 這個台灣跟中國 這個教育交流 文化交流 這個也不能說不好 我覺得也蠻好互相認識 也不是實在意人 都是以台灣為敵 我相信就是 如果中國願意開放為主 突破人來交流也蠻好的 不過中國後來我們有收到 一個老師們的提供 一個學校就是說 就像剛剛你說比較早這次 這個統一書以外 還有一個就是說 他們在台灣招生 一種承諾是不是 對 招生的部分 招生其實它就是什麼 八省四共同招生 因為中國 在中國進入各省的行為 很多人都忘記說 其實以為說 這個只是一個一般行為 其實中國對於外國人 包括台灣人 去哪些省市 極限城市是有限制的 中國人對人的移動是有限制 不是你愛去哪裡就去哪裡 然後特別是你要進行這種招生 或這種行為 它是特許的 它不是什麼學校都可以去招的 如果你沒有的話 基本上你會受到限制以外 你搞不好會被入陷於罪都有可能 所以這種行為 你去聯絡什麼人 你是在發展什麼組織嗎 在中國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你到中國去 一定要在政府的同意之下 你才有安全感 安全性 你才可以到各省去招生辦活動 不然你辦這活動都不會被允許的 所以我們的私立學校去那邊招生 其實就是要接受中國的安排 就是要跟他妥協的部分 他就透過說我讓你合法進來招生 然後可以到哪些點招生 然後我開放幾個省給你招生 那你就是要配合我什麼 他就用這種方式來統戰你 那很多教育部其實不太管這一塊 他認為說這就是商業行為 這就是仲介行為我不管 可是中國它沒有真正的商業 它是共產主義社會 它真正的大企業 從阿里巴巴開始 全部都是或是華為 都是軍方或黨的 都是二代三代的 它其實都是中國的國家銀行 借它錢的 所以它不是不能想像 從它一般的資本主義機制 美國現在也很清楚是這樣 但是即使好了 就算那個是商業好了 就算那是一個自由的市場 就算你要去哪裡招生 算是你的事情 可是回來簽一宗承諾書 我覺得這個就不是一個 純粹的商業的行為 這個其實就違法 嚴格說這個已經違反 教育部的法律的程式 你的命令程式 如果是公立大學 如果是行政主管 你老實說是有法律責任 不是命令問題 教育部已經說不准這種 簽這種東西 這是因為它不對等 而且它也違憲 它也違法 但是我相信大部分的學校都有 因為其實你沒有錢 中國不會放陸生給你 那沒有辦法處理這個是 因為一旦處理這個 好像會直接陸生對決 就中國會不會 因此就全部斷了陸生 那這件事情 如果完全直接面對失效 問題就很嚴重 公立就算了 反正還有稅金養 失效可能會少好幾千萬 好幾百萬的這個收入 他們可能捨不得 那教育部現在面臨到 每年有兩家到三家失效 倒閉的速度 現在每年平均大概兩家失效 會面臨關門或是停招 我們依照現在的速度 是大概二到三家 所以它已經應接不小 一旦陸生發動 可能每年會提升到 四家五家的速度 它可能更討厭 那對公務員來講 沒有事就是最好的 所以他們之所以沒有繼續follow 我覺得一個是官僚文化的問題 官僚主義的一個 一個必害就是這個 第二個是因為當時 發生台灣的這個 很快就消耗掉 非常多的教育部長 因為從潘部長以來 後面的部長 吳部長或是說葉部長 都是有去中國講學 有領過演講費 甚至有人說有掛名過這邊的 講座教授或兼任的 那為了處理管中銘先生的 管中銘教授 他在中國廈門大學的講座教授 或在中國的這個 這個就變成說 很明顯的違反了國家的 很多的規定 或是很多爭議的行為的時候 都涉及中國 我說這些行為都涉及中國 那中國要不要提供你在那邊 我講學 沒講學 然後但是大家好認為是一個 共業潛規則 好像說本來能夠去講學 這個就是人家自己賺的外塊 這就是人家的特別費 人家有辦法 就去弄你幹嘛去打 誰沒有 越是頂大的 越是頂尖學校的 越是私立學校大牌的院長 那個主任 越是能夠被請去 所以這邊一弄出來 就出現當初那個特別份的問題 我覺得就是失效的 特別費問題 但是這個最大的 這種差別是在於 我們的特別費問題 那個問題其實沒有這個嚴重 是因為那個你得選上 可是這個高等教育 是一個不是自由民選的 它是一個從過去一直 穿下一個封閉的生態系 自己的繁殖的 那為什麼它可以享受 違法的這個部分 就是可以把這個 國家的主權拿去交案說 我願意跟你支持九二共識 我願意不主張一中一台 所以我就可以怎麼樣 你為什麼可以簽這種 那中國有沒有簽這種說 你不可以禁止我們的 台生在那邊主張台獨 或主張什麼 你沒有簽那個 所以這個很明顯不對等 如果今天一個 我上一階段講到說 大使就是民的間諜 那他享受治外法權 公然做間諜的事情 公然做間諜的事情 是要對等的 你現在台灣的教育 跟中國的教育有沒有對等 沒有對等的時候 這個就是很大的問題 就變成國家安全 跟國家主權的漏洞 那也會傷害到 我們再用經濟學來算好了 用市場來算好了 三萬人的輔文大學 受五百個入審 那為了所有選課都是自由 即百門課 那如果說為了這五百個入審 他選課不能夠出現什麼樣的講法 是不是三萬多的學生 在入審以來 十年前以前的那些受課的 邊課綱的自由 老師受課內容 都會一次調整 那是不是從此之後 輔文大學就不能享受 十年前輔文大學的學生 享受的那種自由思考的 成長的可能性 從你剛剛講法就是從看到教育部的角度 一部分是你剛剛談到的工業 其實還蠻難處理的 那第二部分就是在於說 所謂的一個 每年面臨到很多學校在招生的問題 那這很多招生的問題 當然學校 教育部如果沒有好的處理 所謂的退場機制 或者退場機制被人家詬病的話 他當然就會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有這些 包括從東南亞來的學生 或是這些陸生 恐怕都是一個經濟上面的資源 可是回到在學校的角度來講 他會講說沒辦法 我就快掛了 我就必須要有這些學生 要不然你要叫我怎麼辦 所以我要活下去 我要生存 那我簽了 也是在保障其他人的 就學的權益 保障老師的所謂的教育的權益 那我也是無奈 所以我就只好簽 對 那這個問題就是 對於這樣的論點 最大的問題就是說 忘記大學的本業是什麼 如果回到大學的本質 就是大學沒有辦法 在這個地方做這樣的妥協 就很多東西你不能妥協 例如說我很窮 那我可以賣生給你 我們不容許人生買賣 可是他會覺得我快倒了怎麼辦 那也不能夠說我要倒了 我就譬如說 那我也每個人都有他的欲望 level不一樣 那我要中國做生意 我當然要支持九二公司 我應該怎麼樣 那是你的事 你不能出賣其他人 你不能說因為你是老師 而不是一個大學人要做的事情 對 第一個你不能出賣大學 第二個不能出賣台灣 你有兩個不能出賣 然後我是主張三個不能出賣 你不能出賣靈魂跟尊嚴 這是第一個不能出賣 第二個你不能出賣大學的基本理念 第三你不能出賣你的國家 社會 但是很多人願意出賣第一個 他自己願意被公屈膝 我覺得那個我尊重他 你不能要求他 可是你還是不能出賣 其他老師的靈魂跟自由 你不能出賣其他學生的就學錢 就是說你今天簽了這個東西 其實不是只有你的學生 多跟少是包括老師的講學的自由 整個學校的學術自由跟言論自由 都會受到影響 當然已經不是大學 因為你簽了你就不是大學了 你就本質不是大學了 你就是一般的企業了 憑什麼你是用捐助章程接受免稅 憑什麼你在大學 你是大學是受到憲法層次的保障 你為什麼可以增加這麼多東西 為什麼你可以拿 好像國家每年幾億的獎補助款 這個是其他很多家長 根本沒有學生可以去念這個大學 他自己在工作 他小孩也是念高職而已 他卻要繳稅去支付 你這些大學獎補助款 所以你在大學做任何事情 你是對社會有責任 因為是所有人交給你們這些念大學 跟教大學人做的事情 你反過來 你說為了我自己生存 我除了拿你們給我的錢 特別補助 然後我還不用繳稅 這樣都不算以外 我還要出賣給中國 那這算什麼 這個等於說大學不是大學 只是叫大學的公司 如果是這樣 我們就好好的來修憲跟法律 就不能把它特殊化 就把它納入經濟部 就商業師來管理 怎麼會是高教師來管理 也不需要什麼樣的捐助 也不用什麼樣的 憑什麼免稅 我們連半導體 現在都不想給他免稅 人家都詬病說 怎麼可以獎勵特定的事業 也就是說大學跟國家 跟人民之間有一個特殊的關係 因為法律也是這樣在設計的 你不能說法律還沒有挑戰以前 我就先把這個都不管了 我只管我自己大學要開下去 大學沒有這個權利 大學不是你們這幾個老師的 這幾個學生的 這幾個董事的 大學是國家的 是社會的 因為是憲法保障的 有講學的自由 那你不能違法 你要把台灣大學 全部變成公司化 你要像美國的大學這樣 因為美國是大學沒有 是沒有教育部這種制度的 那我們玩另外一套遊戲規則 那就這件事來講 我們還是要回到法治社會 還是要回到大學的本質 還是要回到學術的尊嚴這件事情 還要小心國安問題跟中國的統戰 這的確也是我們常在節目當中 提到的所謂的大學 其實是公共的 不管你是私立大學也好 或是公立大學也好 它都是一種所謂的公共的 這樣的一種所謂的資產 既然是公共的這種資產 或是跟國家 跟你們有一些特殊的關係 你當然要去維護 去做好所謂的公共的事情 包括一個大學裡面是不是能夠有言論自由 是不是能夠有思想自由 是不是能夠促成公共討論 都是非常重要 但是我們看到在 不管是這個所謂一中則承諾書也好 或者是我們看到輔大 陳大等等例子裡面 你都會發現台灣的大學面臨到資本 也面臨到這個所謂的中國的 這些所謂的干預 其實對台灣的言論自由 思想自由都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影響 今天非常謝謝陳老師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跟陳老師討論相關的問題 謝謝 我們下禮拜再會 拜拜 拜拜 再見 拜拜 拜拜